我们都说不出什么理由 只是不知不觉就像对彼此温柔 我们把对错看得太重 明明可以拥有却不能开口 生怕要的太多 我知道我要的不只是找个人来爱我 我在乎你的感受在乎爱的结果 越是在乎越不懂怎么做 你知道我要的不只是找个人来爱我 但我们都曾爱过 我们都曾错过 谁能确定幸福这一次会不会走 我一直很想要牵你的手 连对爱的关口 任谁都不够成熟 我们都在等 对方说过 只要有人开头 就有了解口 也许是种结果 我知道我要的不只是找个人来爱我 我在乎你的感受 在乎爱的结果 越是在乎越不懂怎么做 你知道我要的不只是找个人来爱我 但我们都曾爱过 我们都曾错过 谁能确定幸福这一次会不会走 对不起 我这次犯的错误实在是太大了 请允许我 自动辞职 辞职 说得轻巧 你捅着这么大娄子 想拍屁股就走人呢 我知道是我的错 公司怎么处置我 我都没有怨言 写份检查 明天当众读一下 张那么大嘴干嘛 不服啊 不是 我只是觉得 光写一份检查 是不是太幼稚了 你才幼稚呢 不对这件事有个交代 以后你怎么在公司立足啊 啊 你还让我留在公司 开除也太便宜你了吧 我要求你加倍的努力 为公司拼命工作 来弥补你的行为造成影响 听明白了吧 我没听错吧 谢谢 对不起 谢谢你 公司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 绝不犯错误 争取代罪立功 报答公司对我的厚爱 行了行了 别光说的好听 一切啊 看你的实际行动 我知道 谢谢 好了没事了 你出去吧 怎么样怎么样 叶叶怎么样 没事吧 警告处分 光复原职 真的 真的 这下可以放心了 咱们又可以在一块 就是啊 本来还以为你要离开我们 没事就好了 对对对 让你们帮我担心了半天啊 这是什么话 我们是好朋友吗 对不对 就是 他要是敢吵你的鱿鱼啊 我跟你一块走 你得了吧你 我就知道你才舍不得这份你满意的工作了 可是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不信啊 我可以发誓 我 你省什么 我才不会领你的琴呢 从今天开始啊 我要放下包袱 重新做人 咱们去欢迎聚一下吧 我提议去吃火锅吧 好好好 好是好 但是今天晚上我得去看看我妈妈 去吧 你去吧 你一边再去看你妈妈吧 好吧 但是我来调调 我调调特别好吃 没问题 我好长时间没吃火锅 就是啊 斯蒂芬 斯蒂芬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谢谢你凭事而出 不用谢我 我站出来不是为了你 而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个代言人吗 李慧别这么说 那有什么关系啊 我相信啊 你以后肯定比他强 到时候让他当你的秘书 李慧别这么说 斯蒂芬确实有过人之处 我们想要去好好工作吧 对啊 哎 咱们先去买东西吧 先准备起来 好好好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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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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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请问您是陈一美小姐吗 是我 这是梁许先生委托我们送来的 收起来 这两位是时尚周刊的记者 约好来采访的 教你让您先跟他们讲 好的 你们好 对 你好 陈小姐 我们能遇到你可真够容易 哪里 哪里 给我吃一块了 你自己没有 好吧 哎 可音 都快吃饭了 你怎么才来啊 有记者采访 斯蒂芬 特点让我照看一下吗 真的 那这些斯蒂芬可忙坏了 可了不起了 他的广告贴着大街小巷 哪都是的 我也看到了 这个形象代言人啊 非常莫属 你看那照片拍着 透着那么方便自信 我也看啊 这很不错的 过你的也不错啊 各有不同的风格嘛 就是 要是你不退出啊 今天贴的照片啊 就是你 我要是真去了 我现在连吃顿饭的时间 都没有了 喂 我突然觉得 斯蒂芬真是一个 特别了不起的女性 又是公司的主管 又是兰威的代言人 而且聪明 能干 美丽 漂亮 反正真是 真是越想越了不起 是啊 是很棒的 要不然 敬她怎么回来上咖呢 人家当代言人 你发这么多感慨干嘛 哦 干嘛老跟着我呀 我就想跟着你 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我要回家 那我也到你家去 跟我回家干嘛 我把你送到家 我去走啊 你哪个人也没送过我回家 干嘛真正送我回家 你怎么了 我以前其实就 特别想送你回家 但是我又有点不太敢 不过最近我看了一本书 觉得我以前做的都不对 所以我决定 从今天开始 我天天送你回家 我觉得你现在脑子不够清醒 你赶紧回家好好睡一觉 明天再来给我打电话 你嘴上不说 其实你心里特想让我陪你吧 能 我心里和嘴上 都特别希望你立刻把它 在我面前消失 你承认了吧 你吃醋 吃醋 吃醋了 我今天早上夸 斯蒂芬聪明美丽能干 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然后你狠狠地在我脑袋上 打了一下 有吗 这就证明你吃醋了 我觉得啊 虽然不是我吃不吃醋的问题了 而是你脑子有没有变的问题了 我怎么会去吃斯蒂芬的醋呢 我决定 我现在带你去最近的一家医院 去看个病 我又没变我 我才不去医院 那你别跟着我 我就得跟着你 那我就很非礼了 不可能 你才为这个打 非礼了 放开 有事好商量是吗 千万别大喊大叫 我告诉你啊 现在待着10分钟 10分钟以后 可能走路 叶叶 干嘛 我是真心想送你的 叶叶 女人的心真难懂 他想送你的 我感谢你 一切剧场 我感谢你 你不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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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 我的天啊 你不再赞 你不再赞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久等了 你干嘛去了 设计部打电话 说得把那个方案修改一下 所以我就 你怎么那么麻烦 我饿了 走吧 这不等你了 对不起 你们别生气啊 干杯 为了自由而战啊 干杯 干杯 我还要再喝一会儿 多吃点菜 嗯 行了别喝了 小心喝醉了 喝醉了怕什么的 多睡觉我觉好了 你去沙发啊 没问题 你喝多少 我陪你喝多少 好 干 瞧你们俩美的 怎么了 我终于恢复我的自由身了 应该庆祝庆祝嘛 就是 那好吧 我陪你们两个一对方就 来来来来 干杯 嗯 嗯 我觉得要喝醉了 又干了一杯 弟爷 说实话 我很为你高兴的 可是我的笔记本是白准备了 什么笔记本啊 嗯 原来我想新闻发布会以后 你不是成明星了啦 那我要是有点签名 那都值钱啊 哎 我之前不当明星 要给你签字啊 嗯 爷爷 来来来来 我就不需要什么笔记本 哎 看见没有 看见我这 就那 拿马上签了 啊 哎呀 哎呦 哎呦 你太坦酷了吧 你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the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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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w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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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ll shines every single in the lane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ay 我觉得对我来说 生活的质量才最重要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想说就说 我想笑就笑 我觉得这样很自由啊 我很开心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傻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傻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一边是勇气 一边是爱情 所有的不是为了要自己 是为你想 才为他想吧 爱 爱是用衣服的死吧 但是我可以 Hello 喂 Cindy啊 Pita 请说 明明在干嘛 很吵 我和可怡 还有令会在我们家 开一个小小的party 谁啊 庆祝我脱离苦海 你真行啊 啊 你糟糕说什么 我没听见 我说你真行 就这么大张旗鼓 庆祝起来了 这算什么呀 小case而已 根本不算什么大张旗鼓啊 你在干什么 我 我没干嘛 我在听音乐 不如你到我家里来玩吧 这里人多热闹 我 反正闲的也是闲的嘛 一起来玩 不想故作矜持嘛 我看就算了吧 为什么 我有点累了 我想早点休息 那好吧好吧 你打电话要跟我说什么 你打电话要跟我说什么 我刚看见那个 下了 没什么事 没事 好OK 那好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哪个频道 哪个频道 三个频道 哎 你们两个在这干嘛 哎 是你啊 哎 快来看 谢谢大家 对我的关心 借此机会 我向大家问好 我非常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陈小姐 你的本职工作 是任性广告公司的行政总监 这么年轻就做到这个地位 你确实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哪里 过奖了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都很能干 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发挥出潜能 每一个人都可以干出一番成绩 听说你是在为蓝威公司 策号广告的时候 意外的成为他们的形象代言人的 其实大家谈谈 商店是一点都不听到 嗯 感受嘛 当然是自己很幸运了 我觉得他现在 应该背影默契和投节目 出门的时候 在街上 为什么 咦 他现在肯定有很多聚集集 很多 一世之间还正有点不适应 陈小姐太谦虚了 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一定非常想了解 陈小姐的感情生活 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还没有男朋友 我现在一切是以工作第一 不想被其他的事情分散了经历 陈小姐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嗯 平常我喜欢听音乐 看一些时尚杂志 有时候也会去打网球或者游泳什么的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事业游程 然后有机会各处去旅游 谢谢陈小姐 我先上班去了 嗯 拜拜 可宁 你说 Steven干嘛不肯承认自己有未婚夫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是公司的安排啊 那要是皮特知道了 该多能受 可以 不行 金涛 有没有看到一美的采访 是公司安排的吧 我说 我是说 男朋友的事 是啊 是公司安排的 公司说 单身比较有吸引力 我看 等一下 等一下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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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等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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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在公里 这么苦啊 什么事呢 你不开心啊 有些事情发生 我和我女朋友之间有点问题 我有些迷茫 我有些迷茫 啊 啊 他有女朋友 你为什么停下来 只是有点意外啊 过去没见你提起过你有女朋友的事 你们怎么了 对不起 也许我不应该问吧 不是 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也许是我的错 我不能很快的适宜新的环境变化 心里有点 不好受就说出来嘛 别硬撑着 也许你跟他好好谈一谈 交流一下彼此的感受会好一些的 你经常鼓励我 相信你也是个坚强的人 你一定能解决你和你女朋友之间的问题 祝你成功 好 就是这样 他有女朋友 哎小姐 你搬哪儿走啊 小姐 快来酒吧怎么走啊 嗯 对不起我不知道 不会吧 这么有名气的酒吧你就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别着急走啊 我就喊人了 那我们去玩玩吧 放给他 干什么你们 天啊 有我的 我不会犯过你们的 我非找你麻烦你给我记住 好点了吗 别再担心了 你不会还把我当坏人吧 今天 多可遇见你了 是啊 多可遇到了我 这就是天意啊 哎 我刚才去给顾客送样片啊 本来是打钞回来的 但是那条小路前面的大街啊 除了交通事故 我不想等了 就下车了 反正穿过那条小路没多远呢 就到了我这间摄影室 结果 我就又碰到了你 你这样看人 是不是不太礼貌 好吧 那我就不这么看了 哎 对了 你怎么走到 远远小路上去了 是不是偷偷地来看我的摄影师啊 我是去医院看我妈妈的 那是回家的必经之路 平常人气是挺多的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所以说啊 这就是天意 哎 你妈妈病了 要不要这样 要不要 我明天去看看她 不用了 没关系 那我陪你一起去 真的不用了 那个 该拿的东西 我已经都拿回家了 我就不想再麻烦你 一点都不麻烦 再说那个 真的不用了 OK 时间不早了 我想我应该走了 不再走走了 那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 你就是怕我也不至于 趴到这种地步啊 不是 我真的自己可以的 那我总可以送你上车吧 不客气 你能带我一件事吗 以后别再走那条小路了 拜拜 我不带了这几天的工作 已经基本安排好了 只是后天 东黄客机的人 要派人来参观咱们 才最后决定 广告师傅给我们来做 你们四个负责接待 不要出任何差错 是 走吧 新鸡 这是你们会议纪要 你把它整理一下 一时五分 跟送出去 不要出错 我知道 什么 找我 是啊 你怎么那么匆匆忙忙 要出差啊 对啊 我要到上海和北京 给兰威做宣传 我没告诉你吗 对不起 我可能忘了 那什么事要做 后天 不过明天就不来了 我要去试一组心理造型 斯蒂威 在总局里去一趟 嗯 知道了 不如明天我们一块吃晚饭吧 好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拜拜 伯母 您请坐 我们都是老样的 没什么变 老了 你看我这一身的病痛 不但自己痛苦啊 还拖累了盈盈 最可恨的就是他那个父亲 在可疑小的时候就把我们母女抛弃了 到现在都没有音信 妈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再说了 你看我老糊涂了 啰啰嗦嗦的 伯母啊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是觉得事情都过去很久了 但是还是看开店自己会舒服 不想开又能怎么样 甘盈盈啊 宝盈盈啊 去给静涛倒点水啊 食饭 可以 您不用客气了 来 静涛 来 坐 旄涛 有些话呀 我只能跟你说 其实盈盈的内心啊 比我还苦 他对他父亲的事情 一直是耿耿于怀 可是她憋在心里从来不说 她的性格特别内向 我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好 伯母 您别着急 可云这是最明白事理的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她的婚姻大事 我担心她像我一样 一辈子没有幸福 她是个好女孩子 这么多年我们相依为命 都是她一直照顾我 她命苦 可云会得到幸福的 像她这么好的女孩 没有人会伤害她的 景涛啊 你认识的人多 都是一些体面的朋友 能不能给可云介绍一个 好一点的男朋友啊 好 当然好 那我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 可云就像我的妹妹一样 您放心吧 那我先谢谢你 伯母 您又跟我见外了 不见外 不见外 说什么事呢那么开心 我们在里面要加长呢 我发现啊 就是你有本事 从小就是只有 你能把我妈给逗乐了 什么你妈 是我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您请说好了 嗯 北京和上海天气比较还冷 今天要多带领衣服 我知道 都准备好了 实在不行 就在当地买呗 要不要什么礼物 我给你带回来 不用的 嗯 没关系 说的一样 我真的不要什么礼物啊 你专心做你的宣传吧 嗯 我吃饱了 吃这么少 要不要再给点别的 不用了 我已经够了 我已经够了 你今天晚上有点奇怪 是不是因为出差没告诉你 生气了 不会啊 不是在工作吗 是因为上次电视采访了是吧 还介意啊 好吧 我承认我的心中 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开阔 加上你自己最近那么忙 我们真的很久没有时间好好沟通一下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 都应该花多点时间来适应彼此的新角色 进去吧 我太晚了 你记得在外面好好照顾身体 不要太累了 要不然你要头痛了 我知道 嗯 那我先走了 晚安 晚安 青涛 明天我就要走了 今晚留下吧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早还要赶飞机呢 到那边给我打电话 好了 就到这吧 怎么了 公司的图室肯定在里面 我不想让他们看到 好吧 那你自己进去吧 嗯 自己在外面要小心一点 到了给我打电话 嗯 还有这个 我妈知道你肠头痛 她把她的保健庭介绍给我 国内也有的卖它 这个要配水师 那试试看吧 好的 那你先回去吧 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请进 好 Peter 你来的正好 怎么 把Steven送上飞机了 是 是这样 Steven呢 可能要走一段时间 你知道公司的运作 却不能停下来 我想把一些重要的工作 交代给你 Steven这一走 我觉得像少了一头哥伯似的 也知道Steven一向是很能干的 这样吧 你先去做 如果是再忙不过来的话呢 可以上HiFi去帮忙你的忙 好吗 好 我知道 对了 这是一个叫安心宝的保健药品 你看一看 这是一种叫安心宝的保健药品 富含海洋生物养分 据说是新开发出来的新产品 厂家对这个广告宣传一直很重视 指明让你来负责策划 这厂家和我们有很多年的关系 一直都不错 所以我就答应了 时间很紧 你就多多费心了 行 那交给我吧 好辛苦了 毕竟 你将你贴了字 好的 这两份是Steven留下的极箭 正好Peter也在这 想得我再跑一趟 那先见啊 你说是红酒店案子吧 是 这是一次再问行 签字 哦 Steven的那两份极箭 我先来处理 我先来处理 弄好了以后给你过目 好 辛苦你了 Peter 可笑了你了 设计部和宣传部人 因为那个骑士宝宝增下来了 你去快去看吧 真的 都蛮贵的 等一下 Steven跟会计室要的那份财务报表呢 我去那会计室 他们说不知道再回戏 是吗 我跟你一起去 起来不久吗 我一会儿就走 拜拜 客音 我这儿找你去呢 你快出去吃饭吗 不行不行 今天晚上我跟焦灵 要去见一个客户 对了 帮我把这个给金涛 刚才落在我办公室了 可是现在都下班了 我上哪儿找得去啊 到他办公室嘛 我想他不会那么快离开 拜托了 拜拜 拜托了 哇 原来做老板这么舒服啊 哇 什么人 叫什么 站住 站住 你 为什么偷偷闯进我办公室啊 嗯 我没有偷偷闯进你办公室啊 我进来的时候 看门是开的 所以我才进来的 我是来 给你还手机的 我什么都没碰 真的 真 真的吗 真的 我好心好意来还你手机 你害得我都撞了一下 这么大人 专在桌子里叫我 奇怪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了 算我错了 你再笑 有什么好笑的 再笑 再笑 好 不要这样子 那算我错嘛 我说不笑就不笑了 真的 你说不笑就不笑 真的 这回是你自己笑的啊 不关我事了 算了 怎么说你也是我上司嘛 不好得罪你的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OK 拜拜 等一下 什么事 谢谢你 没关系 不过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可迎 OK 拜拜 辛迪 叫我 你晚上有没有空啊 为了感谢你 我请你吃顿饭 好 反正我正瞅着晚饭没着落呢 好 你等我一下啊 嗯 好 你怎么又撞到桌子里下去了 干什么 我把这个打翻了 怪不得 这是我们现在广告创业 是啊 是个保健食品 加安心宝 哦 现在这样的产品可多了 做不好就俗气了 是啊 我也还没想到 用什么方式来表现 哎 我怎么看这个图案 有点像个小宝啊 小宝宝 对啊 其实啊 这种产品应该用小宝宝来做 会比较可爱 我有想法 你让一下 好 Cindy啊 嗯 谢谢你今天给我的启发 才让我那么快有了主意 不用啊 请我吃冰激凌就可以了 Cindy 嗯 你的档案我看过 你现在在行政部门是帮忙 你当初进公司 不是这样安排的吧 拜托 别在我的伤口上撒把盐了好不好 笑话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最近很忙 我想请你过来做助手 一起完成安心宝这个案子 怎么样 你在说什么 我想请你过来做我的助手 你觉得同意吗 你让我离开行政部 是啊 参加安心宝的计划 没错 是真的吗 对 我没听错吧 你等等 是凉的 我们是在做梦 谢谢 谢谢 幸好我当初没有辞职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小姐 买单 你的冰淇淋还没吃完呢 没关系啊 你给我这么好的工作 我请你吃晚饭吧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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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